联邦运输部长Denille Lebel今天做出这项宣布 并表示该项工程将创造3万个工作职位 Lebel还表示联邦政府建议对大桥收费 并通过公司合营的方式来削减成本 预计不会对纳税人带来负担 Chaplin大桥由联邦政府经营 是本国最繁忙的公路桥 也是加美贸易的主动卖 由于大桥年久失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而联邦政府却迟迟没有公布对大桥的修缮方案 蒙特利尔市长出席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并对这项宣布表示高兴 但是魁省政府则没有派代表出席 魁省运输厅长此前已经表示反对对大桥收费